欢迎大家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维港外网 有我林冀还有林浩基在这里 今天香港最新又说有一条新的过海隧道将会通车 这条过海隧道当然不是我们大家期望的香港共同九龙之间的过海隧道 而是一条连接屯门去赤立国的一条过海隧道 理论上整天这个政府就说过海隧道这些东西是要用者自负的 就是谁要用的谁要付钱 就整天就说因此要收回收费去补贴基建 就不会无端端建一堆没用的基建 然后就要期望全部纳税人出钱 不过这个所谓的逻辑永远农门搬到已经去到一个完全骗香港人的地步 香港人自己用的东西永远都说要去用者自负 然后就要花一个天价的收费 然后去使用这条隧道 对不起了 给中国人为主的目标的隧道 等于你之前见到什么连堂口岸 一大堆那些所谓的桥路桥 全部都免费的 凡是中国人用的 主要是要给中国使用的什么网络 什么区域网络的目的 那些隧道就突然间连过海隧道都说不收钱 这个就完全是史未所有 你知道以往这么多条的过海隧道 每一条过海隧道都收钱 然后那些陆路的隧道或者路桥 它都要去收回某些成本的最少 但是现在奇怪地 忽然之间建一条最少人用的隧道 它就说要免费了 然后就要连接赤立角去屯门 这些这样的位置 其实基本上对于整个市面的交通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帮助 因为包括连青马桥本身都是 大部分时间都是不擠塞的 用回他们自己的平时的标准 我们不是啊 西瑞都还有很多位 西瑞每天都塞车 你说很多位 如果这样叫很多位的话 那么你青马大桥都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很多位 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人用的 永远都是得那不知几%的使用率的 那么为什么你特别要为了这条团门去 就是去赤立角比 就是去连接中国大陆枢楼那条桥的隧道 就要全面免费呢 那么你这个做法 你就看到整个香港现在的基建重心 完全就不是为香港人自己服务 香港人自己塞在港岛九龙那些 就完全没得用 但是回头就新界那些就全部可以 用公帑补贴起完 那些就完全不需要收钱 有没有这样的道理呢? 林浩基 其实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几年前说要建这个机场 就是要抗建这个机场倒关的时候 政府就已经立刻搞了一个机场建设税出来 然后就向所有坐飞机的旅客 都要收这个附加费 就是我自己都给了不少的了 所以可以看到一样的就是 为什么你机场要抗建关的时候 就要收这个机场附加税 但是你建一些专门 给大陆人用的一些桥啊隧道啊 那你又不会特别去收钱 然后还要用我们的公帑来补贴他们 就是很简单一件事 屯门的交通是不是需要改善 屯门出市区的交通 是非常需要改善的 尤其是屯门公路 真的是24小时一路失到晚 由早上一路失到夜晚的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需要去建一条路出来 令到屯门可以 如果搏进去市区就给大家上班去中环就说 你现在你见到的问题就是你去搏大嶼山 你大嶼山那里有多少交通要去走这条路 很明显也是没有车走到最后 你进去大嶼山 接着又怎样呢 大嶼山他现在还要说 不只是大嶼山这条道路说服不用钱 他之后连青马大桥都说要取消收钱 这是很棒 最后你看到青马大桥收了这么多年钱 突然间又说我不收了 如果你说这些地方可以不收 你又不会担心突然间 好像市区的道路一旦不收钱就会塞车 于是我们要大量收钱 那些地方你就要收钱 这些地方不收钱 不收钱完 你大嶼山还不收得爆 根据他们自己的逻辑 问题就是你整个政府的施政逻辑 已经是颠倒到一个地步 我们见到的就是 除了你说 这个是一个殖民政策之外 我们是想不到任何其他的解释 去合理化 这些所谓荒诞到不得了的政策 因为你一个政府自己说的说话 包括你说什么 哎呀不是呀 原来之后呢 譬如将军澳 你知道将军澳隧道 继续是要收钱 将军澳这么近的一条隧道 由将军澳去连接 入九龙 就是观塘 这么近的地方 你都说要特别去 继续是每天收 每行一次收三元 那些车都要照收 那你为什么一条这么短的隧道 你要继续收钱 继续有收费庭 继续有车塞在收费的位置 但是你不能够走去 无端的那边 你就突然间那些地方 就不用收 这完全就是整件事情 就是说 你如果纯粹是说 什么电子收费 或者用收钱 能够解决得到这些问题 那你隧道一早 不应该塞车 那问题是你隧道 根本上是阻碍到它塞车 接着你一去到另一边的时候 就有另一个完全扭转的逻辑 接着就会大家问 其实你的机场如果去到那里的情况 我们是为哪个服务呢 原本就是我们的机场本身 香港人自己用 又说已经空域又不够 又这样那样 接着又不是 我们要起机场建设费 又向全香港人去征收 但不是 我们要吸入一些新的搭客 那是想着给新的人去做 那你要计算成本的时候 你这些机场连接道路 的成本又向谁收呢 整件事情就见到 整天就找我们香港的份 全部我们的基建上面 就用我们纳税人的公帑 建设很多的钱 然后去做这些情况 但去使用的时候 就不是去找回那些人的用者致富 现在又不说用者致富 为什么不是向那些人收钱呢 再要看就是你之前想着 不是赤立国连接了这个港砖澳大桥 然后港砖澳大桥之后 就会有很多车流 你看到港砖澳大桥有什么车流呢 现在港砖澳大桥 现在拍烏鹰 所以拍完烏鹰之后 再去赤立国博团门 这条隧道最后 接着索性不收钱 阴谋就是我现在因为 直接不收钱 所以到时有多少车用 我都不需要统计了 大家就方便 大家没那么容易查到我的数据 到时谁查数据又说你是犯法 你是这个虚假声明 于是乎就不让你查数据 是不是纯粹这样 就可以掩饰它将工厂倒入海呢 有什么看法 这个其实由屯门去赤立国 这条隧道 其实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蓝图的一部分 就是透过将屯门 和珠海等地 建立一个非常直接的交通 然后再将屯门和赤立国 拉在一起 因为由这些地方出市区 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在这些地方经过各样的 桥和隧道 去大陆的话就很容易 结果就会很容易形成一个 一个政府应该在心里面 想建设出来的一个大蓝图 就是将屯门和元朗在香港撤过出来 因为他们的生活圈 就会和珠海连结 但是就不会和香港市区连结 但是很可惜事与愿违 就是港珠澳大桥起完之后 是完全好像我们意料那样 是完全百分之一霸在拍烏蜴 然后这个蓝图最基本的一部分 就是很多人在两地之间来来往往 这一部分没有了之后 接着来一个最尴尬的一个地方 就是究竟这条屯门去到赤立国的隧道 它还用来做什么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政府如果它要割置这条隧道的话 那么它就要向公众解释 为什么当初要建这条隧道 现在不建 它没有理由和我们公众说 因为最初的时候 是想着将屯门割让出去 所以我才被迫要建这条这样的隧道 现在割不了出去 然后屯门人不肯离开香港了 那么我们这条隧道已经没有这样的必要证了 那么我就不建了 但是它又说不出这些东西嘛 那么现在迫着要怎么样 迫着就唯有强硬起了出来 它还没继续在那里吹或者幻想 到时候那些车就不走这个青鱼干线 然后就不要走这个青衣 然后去九龙西不走西岁入香港 那么再拨一条路 之后它以前的规划有见到的 就是大婴山就要建一条隧道 开了隧道去港岛西部 那么问题就在这里 你再建一条港岛西部的隧道去屯门 那问题大部分现在香港人 击塞去九龙那些是东九龙的位置 就不是屯门不是去大婴山不是去珠海 那问题就是你现在一方面 这些香港港岛的道路已经很击塞 千万不要走进来 就是不行了 我们真的进不了车了 另一边就西瑞最多位 西瑞本身是最多干事 你说要用西瑞去分流 分来分去 最后又不是 去了西九龙之后 就没有连接道路 进去九龙中心 就是在街道慢慢塞 同样道理 在这个现在勉强有了这个 这个湾仔中环要得好些了 西瑞可以博得到了 但问题就是 你跟着中环那边又开始塞 就是海边海边那边又在那里塞 那些车又是不是很过来 就是整个规划的问题 就是你自己根本上 政府现在因为你不是正式从香港人自己的实际需要 你有什么需要 然后建什么道路 而是你常常现在是耗大起工 是想一些 如果我们驳了高铁 就可以不知道增加多少个搭客 就是增加多少什么 我们如果驳了一个完全的港珠澳大桥 就可以增加不知道十万 二十万的游客 他全部想着这些东西 全部这些不等的 就是大量的中国人无了期 也都无限制地 不断地涌入去香港 这个就是他所谓的经济规划的方式 那你一个这样的经济规划方式 你想到整件事情是很荒诞的 第一 如果中国大陆的发展是那么迅速 以及那么进步的话 他那些人根本就不需要进来 是吗 很简单 他为什么来香港呢 贪念什么呢 没有什么贪念 如果中国现在这么成功的话 中国如果这么成功 他自己搞定了 用什么帮衬你呢 是吗 他这么多自贸区现在新搞的 用什么帮衬你 如果他成功 如果他不成功 那你回头 他又怎么会这么多人涌入来 他又涌入来的那些是什么 就是普通的 每天来的 好像威尼斯的那些 整个人在说 哎呀你不过夜的 你又不是来做更加多的高消费的 只是来一些很低层次的消费的 随便来玩 一玩都不用钱的 是吧 接着他就霸了你的基建 霸了你的公共设施 甚至是造成一个恶性循环 令到譬如说 哎呀你的旅游业 原本是做高档次客的 就变成了低档次客 原本是吸引很多 就是真的是高消费的游客 全世界高消费游客 现在就变成了一个低消费的 一些普通的事情 接着你还要因为 你来自大量这些客源 去垄断 抢贵了那些铺租 然后就专门迎合他们的需要 再本身赶走你原本的客源 这些全部就是 这几年来我们看到香港那些 你说整件事情的问题就在 你究竟是想做什么 你香港的电话是什么 你香港电话是要跟朱海争 还是跟谁争 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们香港不断 不是从一个国际的层次上去 怎么样是一个国际城市 或者中国经常说 什么开放世界的门户 他自己要说这些说话 但是真的做的时候 不是我们要跟朱海 东莞那些地方 去争做中国这个散火场 整件事情是错到一个这样的田地 然后还要是倒这么多 淺国基建 在一些没用的基建那里 接着就下去做什么明日大嶼 去到明日大嶼的时候 我们就会问到时 你把这些道路全部都不是 以中环港岛为核心 上班的 到时我们就要幻想 有很多东西在大嶼山那里 就可以自给自足 什么东西都在大嶼山那里做了 那就可以了 如果香港全部新的核心 就在明日大嶼那个社区里面 但是你都知道 整件事情是荒诞的 因为你当 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看回整个发展 就算在中国大陆里面 那些地方 就是说 你如果在中国大陆 发展得好 他当然在中国大陆 就继续发展下去 他为什么要过来你那里 制度又不同 整个核心都不同的东西 但是回到你要在香港的话 你香港的整个规划里面 你不可能将一个中心点 就搬去一个大嶼山 你除非将整个港岛拆掉了 或者你政府总部搬过去 你没有做到这些事情的情况 也都不能够做到这些事情的情况之后 或者他自己的有钱人 是不愿意做这些情况之下 整件事只是一个销售的楼盘 所以去到最后 整件事是方但既不可能实行 帮不了香港 同时间也都吸不到中国大陆客 最后就全部摊在那里 变成一些废墟 你望一望 其实不要说不明一大鱼 你只是望一下 由80年代尾到90年代头 刚刚好像东京湾那一堆建设 你就算望一下东京 经历了这二三十年的一个改变 东京湾很多的地方 还在那里放空 射全部很多都是 丢空了在那里 就硬勉强有少少发展 连东京湾这些黄金的地段 在东京射出去 然后在东京湾的湾口 也都是附近有机场一样 东京湾都一样搞不定 然后到回头 你现在 你大婴山这些什么地方都没有的地方 你本身开发又难 你有很多要去填海的情况之下 你想搬去一个重心 在一个大婴山那里 整件事完全是一个幻想 有什么看法 是啊 当年英国政府发展了很多新市场出来 到最后真的可以成功的有哪些呢 葵冲啊 沙田啊 这些非常靠近市区的 甚至最新的 最新的都不是将军澳的吗 因为够近 是啊 你一定要你的交通网络 真的要够方便 然后你整个管道 完全是非常的畅通 那你才有办法令到新市镇 和原有的市区连结起来 你才有办法将一些经济产能 搬过去那一边 如果不是的话 你说真的那句 你中华的租也这么贵 现在又经常有那么塞车 那为什么你不将那些写字楼 搬过去屯门那边啊 那问题是 我搬过去屯门那边 那些客人找不到我嘛 那怎么算好啊 所以很明显一样东西 就是政府在发展新市镇 那个时候已经面对着 面对着屯门 这个最失败的案例 这个搞了出来之后 变成东北城西北就 然后交通又不方便 产业又没有移到进去 结果变成了一大堆屯门人 好像在屯门里面坐牢 现在你还要在屯门旁边 比屯门更加劈的这个大嶼山 还要搞多一堆东西 原本大嶼山依靠机场 然后完全做这个机场服务 有一个小型的一个东涌社居 是完全没问题的 它可以 handle到的 它现在不是又倒转变了散货场 变了你这个港春澳大桥的散货场 当然现在就因为你疫情就停了 但是之后都是继续散货场 所以整件事情就是 根本不是从根本来解决问题 只是不断令到问题继续去恶化 所以可以想象之后 大嶼山那些 全部就会更加多 被那些所谓的旅行团霸了 然后他们的生活空间 不单止不会有增长 还会更加减少